华为的一代神机Mate 20 Pro一个8加128G的内存 频内指纹解锁的版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优敌版 它还有个6加128G的内存 那个的话没有频内指纹解锁 这个的话是我画了一个999的这么一个价格收回来的 边框的话成色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台机器我个人觉得价格还是偏贵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后盖这里已经睡了 但是我们去试炼档口 那你拿的话还要1000块钱 这个价格真的是高得有点离谱了 同时也证明这台机器的保值率是有多么的变态 多年轻的一台国产手机 现如今还是非常抢手的这么一个存在 基本上是有一台没一台的这么一个现状 手机的话说实话现在是挺不错的 70980的处理器也算是一代神优了 日常使用的话也是非常流畅的 再加上它这个双曲面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这个屏幕 一点都没通工减料 依然是一个2K的分辨率 这比现在华为新三式的旗舰机要hold到的太多了 这台机器的话 NFC快充魂外这些该有的功能 它都是给你配备的 也算是华为堆尿非常足的一款旗舰机了 真的是非常hold到的一款机器 它为什么能受那么多人欢迎的原因就在这里呢 后置也是一个莱卡认证的摄像头 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 但作为一台旗舰机来说 人家的拍照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一点不差的 即便是陷入境内使用 也是能够满足你的拍摄需求的 这就是莱卡加持的Metal 2.0 Pro 火了这么多年 依然没有跌落生态 就这么一台机器 999的这么一个价格 睡了一个后盖 大家觉得我收的值不值 我个人感觉的话 还是非常香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这保值力真的是有一点变态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再见